表妹 给你个艰巨的任务 揍我一顿 把我揍得魂醉魄散 我知道你下不了手 但是一定要下狠手 不不不 你误会了 我怎么可能下不了手 我全身到肉上上日面 不你到底要干啥 居然属对子 看好了 死亡后背包里的物品会随机转换 有可能就能够换掉好东西 只要运气好 金银之宝跑不了 我就知道肯定是有什么好事 你才会这么积极 快快快 揍我揍我 我也想挨揍 啊不 我也想换好东西 这小欠打 哎呦 这顿做挨的可真结实 让我看见你能干啥 怎么回事 不仅没有换的东西 我原有的都成空了 嘉心你是不是玩我 哎呦 我可没有玩你啊 这个模式死亡的方式只能用一次 第一次的时候可以置换随机物品 但是第二次再使用相同的方式死亡 不仅不能得到新物品 手头上的东西还会全部消失 那你不早说还揍我啊 你不也没问吗 就只是叫我揍你 我可是你的好姐姐 我当然是要拼你的啦 咱们现在先赶紧的收集多点东西 一会儿找到新的狗带办法 就能够换取新的东西了 有道理 那我要收集买买一杯包的东西 表姐表姐 我想到了一个新的狗带方法 看我扬眼 长毛扎自己 你看我只要计算好跑出去的角度 就能让长毛扎到自己身上 优松做死 而且这次凉凉给我换到了招药 这招药就送你表姐了 我真是谢谢你啦 你我怎么凉的你都安排好了 不过这次凉凉也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少好东西 甚至比原本的花草是不好的多 生物弹 洋气罐 甚至还有一只大怪物呢 我又能利用怪物把我给弄死了 表姐你能不能小心点 你这怪物不仅把你干掉 还把我干掉了 我辛辛苦苦收起来的东西 就因为这样全面了 你让我一无所掩 我也让你一无所掩 可恶 我又不是故意的 这下好了 一根操作满足 一看你就是个二百五 直接回到解放前 要啥没啥 前面有好大的一个湖泊 要不咱们试试淹死吧 反正我现在一无所有 淹死也没事 那你说不就白白扰败了一个死亡的机会 不行不行快回去 现在想想别的 对了 差点忘了我的风水宝帝 上次在这边挖坑做陷阱 留下了一堆不同的陷阱 表妹 你背包满 你赶紧来坐一下 然后你就把得到的好东西丢给我包馆 这样不是说不怕东西丢失了吗 对了 真是个好办法 我刚刚怎么没想到 表现你真聪明 这傻表妹 真傻 我才不要死去活来了呢 我就在这里等着 他送了好关系给我 你说什么 你说的太大事我都听了 我不管 这次东西我包馆 你快去走死 我就说这么怪怪的 让我一个人吃苦糖 你就等着做收鱼翁之列 我来就我来 哇 鸡翁获得了好东西 超级圣灵魂章 有了这个死不掉 根本死不掉 就像得了白森白后盾一样 还有这种东西 我也要试试 超级圣灵魂章没拿到 但是拿到了超级攻击 我有个想法 可以去打虚空啊 你当盾牌我负责输出 走 看看我俩的配合怎么样 我的无限血量 虚空打不过 表面的超级攻击 两圈虚空就落胖额头 看来咱们的运气 还是不错的 这样的神器都能够拿到 必须的 我们开始下人之神